D.D.TV KPM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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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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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でしょう experiencing abet 奶奶的心情很好 老板娘 你ografx Lud watco 今天的水果新鲜吗 今天的水果非常新鲜 快来选 你要买哪一种水果呢 我想念选项了 billion豆 algpSE skulle上来 另外一个就是火龙果 我也很喜欢吃 好吧 老板娘 你的水果 отдых好漂亮 你看设计的好美 谢谢 那再赠你一个喉嚨国 太好了 太好了 多少钱 十令吉 谢谢你 祝你生意兴隆 谢谢 再见 再见 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葳葳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DDTV 今天有学前教育班 那刚才老师化身成为了水果售卖员 带来了很多的水果要介绍给大家 那这位老师是谁呢 她是来自家普英华小学的黄世廷老师 欢迎老师 葳葳 你好 小朋友们好 我是黄世廷老师 今天老师我们要学习的主题是 我爱吃的水果 老师为你们准备了一些本地水果 老师 什么是本地水果 本地是指我们所在的地区 葳葳 老师考考你 我们住在什么国家 这个应该懂吧 知道 我们在马来西亚 对了 那本地水果的意思呢 就是马来西亚所生产的水果 好 那本地水果有哪些呢 今天老师带来哪一些本地水果呢 老师请微微观察一下 前面的这一些图卡 这些水果的影子 它到底是什么水果呀 从我这边开始吗 老师 对的 从第一个开始 好 那老师就会简单地介绍 让微微猜一猜那是什么本地水果 这一个 我觉得 我看它的形状像是香蕉 老师 你开那一块布来看看 到底是不是香蕉 它的外皮是黄色的吗 这是香蕉吧 老师 对吧 对了 长得弯弯的 外皮成熟后是带黄色的 这是香蕉 我猜对了 对了 香蕉 好 那下一个呢 下一个是什么 这个我知道 这个是果后 山竹 怎么你都懂 我觉得是 对吧 我看看 我看看 我们看看是不是 山竹 对了 所以山竹的形状是扁圆的 然后它的外壳是紫色的 然后它有雪白的果肉 很甜 很好吃的 微微喜欢吗 喜欢 非常喜欢 老师也喜欢 好 下一个 这个就比较有点挑战 那到底是什么呢 就看起来 长得像柠檬 柠檬是本地水果吗 老师 柠檬是本地水果吗 是吗 我家有种过柠檬 可是柠檬它不是本地水果 是 可是它的外形像 我猜不到 好 那老师就给你一点提示 它的形状有一点是椭圆形的 椭圆形 对 椭圆形的 然后它成熟后 它的果实为辣黄色 对 然后它有五棱 然后你对半切开的时候 然后它是成星形的 那我知道了 它是什么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羊桃 我们一起来看看 羊桃 来看看 是吗 来看看 介绍一下 是不是 介绍一下 羊桃 对了 好 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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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这个很特别 这个我很喜欢吃 它是火龙果 火龙果 是吗 是火龙果吗 火龙果 火龙果 耶 才对了 是的 是的 这是火龙果 它好像小朋友 像火这样 它的形状 对 它特别之处 是在于它的果皮 有一点像皮革 然后它的外部 吐出的这个 鳞片的这个形状 哦 对 这是火龙果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 这卡 今天我们学了的 从最后一个开始 好啊 火龙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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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火龙果 嗯 好 第二个 第二个 羊桃 羊桃 是的 羊桃 好 那第三个呢 请薇薇帮老师拿姿卡 这个是 对吧 老师 对了 这是山竹 山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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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薇薇薇 对 好 山竹 最后一个 这是 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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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薇薇太棒了 好 四种水果我都好喜欢吃 都好喜欢吃 接下来其实老师也有点觉得肚子饿了 是哦 对 老师想吃水果 你能不能把那个水果传给老师呢 这样哦 老师想要吃哪一种水果呀 老师想要你把那个水果的字卡 拿给老师 老师想吃火龙果 火龙果 这是火龙果的字卡 火龙果好 对吧 三个字 老师想要吃火龙果 火龙果 好吃 接下来老师 老师还想再吃什么水果 老师觉得火龙果很好吃 可是老师还想再吃 哦 那老师想要吃山竹 山竹 山竹 哇 香甜的山竹 山竹 山竹 谢谢 好 不客气 山竹 嗯 好吃 好吃 山竹好吃 可是老师觉得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对 还是不够 老师 老师想要再吃 对 老师很想吃水果 对 对 吃水果 对身体好 所以我们要多吃水果 接下来老师想吃香蕉 香蕉 香蕉 香蕉的字卡是这个 香蕉 老师 谢谢 香蕉 嗯 好吃 还有一样水果 老师还要吃完它吗 还有 还有一样水果 嗯 我不晓得它名字了 哦 我们还有什么水果呢 其实 羊桃啊 啊 对咯 我们还有羊桃没有吃 嗯 好 老师 羊桃 谢谢 嗯 嗯 非常好吃 老师跟我们介绍了四种本地水果 就是有香蕉 有山竹 有羊桃 还有火龙果 稍后来呢 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内容 要跟大家分享哦 小朋友别走开 我们先休息一下 哎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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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薇薇 你自己本身又喜欢吃什么水果呢 这四种我都喜欢 你都喜欢 除了这四种还有没有别的 你喜欢呢 我喜欢吃西瓜 然后还有 还有不是本地水果 我也喜欢 好 比如说 比如说我喜欢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Kiwifruit 对 Kiwifruit 我也喜欢 还有是什么呢 还有包括榴莲 我也很喜欢 榴莲 我也喜欢 现在是榴莲的季节 对 好 那薇薇 在你的眼前 老师准备了一些水果 刚刚薇薇也介绍了 所以这些水果 老师要给薇薇玩一个游戏 然后这时候老师会播放音乐 当音乐响起的时候 薇薇可以转一下这一个转盘 你试试看 转一转 转盘 对 那当音乐暂停的时候 薇薇就把它弄停了 对 对了 你先把它弄停 然后转到在你前面的水果 你就要说这是什么水果 比如说现在是火龙果 你可以说这是火龙果 我喜欢吃火龙果 好 变成一个句子这样子了 对了 变成了一个句子 好 那我们先就开始 好 我们可以开始了 好 订阅 这是什么水果 这是羊桃 对 很好 这是羊桃 那你可以接下去说 我喜欢吃羊桃 我喜欢吃羊桃 好 那下一个 音乐 再多一次音乐 在微微前面的是什么水果呢 这是山竹 山竹 对 你可以说这是山竹 我喜欢吃山竹 这是山竹 我喜欢吃山竹 很好 好 下一个 好 下一个 我们再来听音乐 这是香蕉 我喜欢吃香蕉 微微越来越棒了 现在微微都可以自己造句了 好吧 谢谢老师的教导 还要多玩一次吗 老师 好吧 我们最后一个水果 看看会不会轮到最后的一种水果 好啊 我们来 再来听音乐 啊 真的是耶 这是火龙果 我喜欢吃火龙果 很好 微微都做得非常好 微微可以说简单的句子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移到来小白板的这一边 我们来读一读 那白板上的这些句子呢 都是由我喜欢吃做开头的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图片 第一个图片展示的是什么水果呢 这是山竹 老师 对了 所以你可以说 我喜欢吃山竹 我跟着老师念 我喜欢吃山竹 对 当我们在阅读句子之前呢 小朋友们记得要准备好你们的小手指 放在字的下面 要指着念哦 好 我试试看 我再多一次哦 好 我喜欢吃山竹 好棒 那接下来呢 第二个图展示的又是什么水果呢 这是香蕉 对了 所以微微可以说 我喜欢吃香蕉 好 我试试看 我喜欢吃香蕉 微微 很好 念得很好 谢谢 那第三个图展示的又是什么水果呢 这个像星星的形状哦 切开之后是羊桃 对了 微微可以说 我喜欢吃羊桃 我喜欢吃羊桃 很好 那最后一个图呢 展示的是 这是火龙果 我好喜欢吃火龙果 耶 火龙果好好吃 所以微微可以说 我喜欢吃火龙果 我喜欢吃火龙果 太棒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学了简单的句子 那过后呢 老师就要 微微来把这个简单的句子 微微要老师排这些字卡 成为这些简单的句子 那这边呢 老师准备了三种水果 微微可以看一下 那同样的我们是由 我喜欢吃为开头 那就是说第一个字 我要找我了 对吧 老师 对 这个我是这样写的 我看看这个杯子里 我这在哪里哦 我找找看 哦 这是我这 我 对吧 老师 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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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我就要排在最前面了 对 第一个 好 喜欢 我看一下 这是喜 喜欢的喜 喜 喜 对 然后呢是欢 对 欢 排在第三 第三 我喜欢吃 我看这吃字在哪里啊 嗯 没有吃字呢 哦 吃 没有的 我们来看看 哦 谢谢老师 有个口子 吃 嗯 吃 啊 这是吃哦 这是吃 我喜欢吃 踩的第四 我想吃哪一个 我可以看 这里有什么水果 薇薇可以找找看 我看一下 哎 我要香蕉 我要香蕉 对 所以这是香字 香 香字 然后这是嚼字 对啦 我喜欢吃香蕉 这个我移开了好不好 老师 好 那我们就让它成为一个句子 可是句子完整了吗 好像要有一个句号才完整 对了 对了 会不会好棒 小朋友们 你们学到了吗 在句子里面的最后一个部分 完成了句子过后 我们就要放句号 小朋友们经常都会忘记的 所以要记得哦 嗯 对了 所以呢 现在这个句子就变成了什么呢 我喜欢吃香蕉 句号 耶 这样子了 我又完成了第一个句子了 好棒 嗯 谢谢老师 那接下来呢 就是要继续玩 其他的那个水果类了 对吧 所以我们先以香蕉 作为一个例子 所以小朋友在家呢 也可以试试玩哦 可能有榴莲啊 有山竹啊 都可以放在上面哦 好 我们再休息一下 现在老师让给你们玩一个游戏 耶 我喜欢吃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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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喜欢吃芒果啊 小朋友喜欢吃什么水果啊 你看薇薇面前呢 有很多水果哦 包括油 这个是什么呢 老师 这是草莓 对吧 草莓 对的 然后还有香蕉 你看我们都穿上了围裙耶 我想老师呢 接下来会有很精彩的节目 要介绍给大家对不对 对 我们要用这些水果呢 来做成水果玩具车 我们化成成为厨师 小朋友们都很期待的 水果玩具车 那首先我们用到的材料呢 是由草莓 草莓 对 虽然草莓它不是本地水果 可是呢我们的材料需要它 所以我们用草莓 好香哦 好香 对 我听到好香 好香 然后还有用到的是 香蕉 香蕉 对 香蕉 水果 这是本地水果 这是本地水果 然后接下来我们用到的小牙签 小牙签 然后还有用到的一些小装饰 卡通小装饰 哎呀 可爱 有恐龙 有恐龙 好 那我们先套上这一个 一次性的那个手套 好 我们先套上手套 这个要保持卫生 对吧 准备食物一定要干净卫生 好 太好了 好 那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拿香蕉 拿香蕉 我们拿香蕉 然后我们把它的皮 包开 包开香蕉皮 包开香蕉皮 好 对了 包开香蕉皮 然后把它放到一旁去 对了 包开香蕉皮 然后放到一旁去 好 好 然后我们就是要把香蕉的头和尾切 切 切开 小朋友 你看到吗 这边有刀 在用刀的时候 一定要有父母在身边陪伴 因为很危险 知道吗 是 当时很锋利的 所以我们都要有大人的陪伴才可以用 对 那我们就把它的头和尾稍微切开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拿来做车身的 大概要多长呢 老师的大概是这样 大概这样 我的比较长 大概是一根手指的长度 可以 就这样 就这样 然后我们就拿起草莓 草莓 对 香香的草莓 然后我们要它的头部做成它的轮子 轮子 好 就切开它的头上的那个绿色的叶子吧 对的 汽车有几个轮子呢 四个 四个 对 所以我们需要切出四个轮子 如果一个草莓不够的话 你可以拿两颗草莓 就薄薄的轮子吗 那就是任你发挥你的创意 你要薄薄的轮子吗 还是你要很厚的轮子呢 都可以 那老师觉得不太够 那老师会再拿一个 不够呢 我想要多拿一个可以吗 老师 可以 可以 我们一起来切 多两个 我们只要它的头部 好 在这边呢 我们也是切开 成为它的轮子 好 有四个 对吧 对了 四个轮子 有四个了 四个 然后同样的刚才我们切开的那个香蕉呢 还有呢 对 我们切开的那个香蕉呢 我们也是要把它切成四段 也是用来做轮子的用途 切成四段 哦 切成四段 刚刚切开的那个头和尾的那个香蕉 我们不要了的嘛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切开四段 哦 一样的 也是薄薄的 我切薄薄的 好 切成四段 三 四 好想吃哦 好香对不对 嗅到也好想吃了 对 好 那我们有了车的身体 OK 我们有了车的轮子 哦 是 齐全了 齐全了 然后接下来老师会先拿牙签 牙签 一只 一只牙签 一只牙签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就是从它的头和尾端 这一边这个部分 串过去 就是左右两旁串过去 成为它的那个轮子的部分 就是在轮子的那个位置那边串过去 对 完成过后就是这样 对吧 对了 我们要多一根 多一个 啊哈 好 我们再拿一个 OK 这样子 啊 好 OK 好了吗 都完成了 嗯 OK好 那拿起那个切好的草莓 好 先放香蕉还是草莓 草莓哦 先放草莓 草莓 草莓在里面 草莓在里面 这个就成为它里面的轮子了 嗯 里面的部分 这个七色的轮子 然后另外一个 要出地哦 那个 对吧 对吧 是的 然后老师前后都把它放上这个草莓的轮子 OK好的 前后都放上 嗯 嗯 嗯 接下来 另外一边 刚才如果你放了右边 现在可以放左边了 好 就把它放上去 四个就对了 四个就对了 四个轮子 OK 可以 那汽车还没完成哦 因为呢 现在它的那个轮子还不太稳 那我们怎么让它的那个轮子稳住呢 哦 固定住呢 用香蕉吗 用香蕉呢 对 我们的外层呢 就是放香蕉 给它稳固 真的 因为那个草莓中间那边有一个洞 对 是的 所以有比较大的空间 它会被转洞 所以我们要把香蕉放在外层 这样倒不如我 可以吗 直接放香蕉吧 顶着它 好 那也行 其实做这些东西呢 都没有一个固定的那个方式 只要发挥你的创意 其实都可以的 只要过程玩得开心就好 过程玩得开心 没有对错 都可以哦 好 薇薇学老师协助吗 嗯 应该还好 还可以啊 有了香蕉就可以固定了 是的 它没有香蕉很难固定 对 老师已经完成了 对 老师已经完成了 车车了 嗯 水果 汽车那老师就把它放在这边 好 这样 那薇薇加油 还要有装饰哦 我觉得 对吧 还要装饰是的 有了 耶 完成了 可是我们还有最后最后的一个步骤 那薇薇觉得你的汽车上面呢 你想要载谁呢 嗯 这边有很多动物 对 我想要载熊吗 好 可以吗 好 可以啊 可以啊 我拿熊猫 我会选 我会选三只小动物 我喜欢小兔 我想要载小白兔 我有熊猫 就放在上面 对 就放在上面就好了 轻轻的你把它压在上面 对 小兔子 很多汽车 好像有小兔子一个比较孤单 哦 那老师想要载狮 那老师想要载狮 狮子 狮子哦 对 老师想要载狮子 我让大象来陪他 大象 大象陪他 大象 大象你要保护小熊猫哦 好 狮子过后 还有位置吗 你的车还可以载动物吗 还有哦 还可以啊 还可以啊 那你想载什么动物呢 我想载 载一个 红色这是什么 恐龙 恐龙 你载恐龙 好漂亮 那老师想要载小象 这一个 对不起 不是小象 大象其实是很大 它长得很大一只 那老师想载 大象 好可爱啊 动物们一起出游咯 我们完成了 先完成了 太高兴了 这个可以吃啊 老师 对啊 可以吃啊 很好吃啊 其实一般小朋友 可以沾一些优格 或者是你可以沾一些蜜糖 都可以哦 好 那那么美的 汽车 老师把它摆放在前面 好吧 老师可以不要用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呢 带出这个水果餐的意义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所要学的就是本地水果 我们所学的四种本地水果 包括有 香蕉 羊桃 山竹 还有火龙果 对的 好小朋友们记得哦 我们要多吃水果 因为水果 营养价值高 嗯 好 我们非常谢谢黄诗婷老师哦 今天给我们介绍了四种本地水果 也做了这么漂亮的水果汽车 小朋友在家的时间的话呢 约爸爸妈妈跟你们一起做咯 好不好 好 那有机会我们再见咯 谢谢老师 谢谢薇薇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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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成年 成年有为大命运 可以提交便利 一粒 一天一苹果 一身远离我 好吃 好 x2 8 3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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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9 9 7 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